光复国小四年八班同学 这堂课很忙碌 戴起了手套做了艾草丸子 就是一般民间所说的糙花柜 老师说课堂上 希望同学们能够认识香草植物 而学校农场就种植了这一系列的植物 其中包含艾草 新鲜的艾草加上糯米粉 就成了艾草米团 小朋友边做边享受其中的乐趣 也同时认识了艾草植物的功能 可说是寓教于乐 因为我们农场里面种了很多香草植物 那我们今天用艾草来做成艾草丸子 然后让他们体验这个活动 然后一方面可以吃一方面可以玩 然后又可以了解到香草植物的功能 所以是蛮有意义的活动 而新北市教育局副局长蒋伟明叔叔 也来到现场与同学们一起分享制作的过程 小朋友就说拿到了艾草米团 然后要把它揉成扁平状 而红豆沙再揉啊揉啊 放到米团上头 然后放一片香草植物做装饰就大功告成了 头一回做觉得新鲜有趣 很好玩哦 我们刚先用了艾草丸子 然后呢就是把馅料包起来或放在里面都可以 然后最后再用刚去日光农场采收的香草植物的叶子之类的 放在上面装饰白盘就可以了 做好的艾草丸子放在月桃叶上面 看起来真是有成就感呢 都舍不得吃 不过同学们有自信的说 一旦尝起来肯定是特别美味 因为是自己做的不一样 我觉得配合日光农场做炒植物很有趣 我觉得吃起来也美味可口 这些都是我们种的 好不容易收成的 感觉很开心 小朋友开心的做艾草丸子 也不约儿童的说 将拿回家和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一起分享 然后再骄傲的告诉他们 我也会做艾草丸子哦 是学校自然课最棒的学习成果 中家新闻 张宇勋 卢秀军 新北市中和区长报道